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甚至苏联化 咱们这么讲吧 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学识经验观察 做一些预言 不一定预言很准确 但是也算是给大家提供一个思路 比如说以往我们就讲过 美国的政治人物对中国也有预言啊 希腊里当时预言说15年还是20年后 中国将成为全球最穷的国家 他这个预言准了吗 太不准了 恰恰相反 一语成谶 中国不但没成为最穷的国家 还很有可能成为GDP最大的国家 前总统奥巴马 人家也有预言 人家说啊 哎呀 14亿中国人如果过上跟美国人一样的生活 那这个地球是负担不了的 是的 14亿中国人都过上美国人现在的生活 按照这个物质推算也不够 但是有没有可能你这几亿美国人得倒退回跟我们现在一样呢 那个时候可能我们过得比美国人好啊 因为你美国正在五化的道路上 而且在美国国内啊 预言家不少了 以前我们就讲过 美国经常性的同时有两种思考存在 一种呢 叫中国威胁论 这个预言呢 最近可能多了一些啊 美国人也害怕的 中国太强大了 制造业GDP已经全球第一了 而且你看 咱不说别的啊 控制新冠疫情 我们几乎啥事没有啊 我们很快的控制了下来 而美国现在还是个无底洞啊 而跟中国威胁论对立的呢 就是中国崩溃论 讲中国崩溃论的有一个代表性人物叫张家敦啊 其实啊 他也是一个华语 但是我们有时候我也不太清楚 为什么很多华人到了国外之后 要这么疯狂的诋毁自己的祖国 早在2001年的时候 张家敦就发表过言论 他说啊 中国大概会在几年之内崩溃 他说中国这个政治体制啊 经济情况啊 股市啊 房市啊 等等将在几年之内有一个大崩溃 到时候股市暴跌 房市暴跌 经济崩溃 通货膨胀啊 甚至中国将分裂成七八个小国 当然了 过去了五年 又过去了十年 甚至过去了二十年 张家敦的预言没有成真 然而在过去二十年 张家敦是不遗余的推销他的中国崩溃论 以至于啊 国内有好事者 我们都得从反面解读了 有人说 你看这个二十一世纪初的时候 中国进了世贸了 我们经济开始发力了 这个时候呢 美国本来可能想把中国当成一个对手 好好压制一下 但是一方面911恐怖袭击 美国战略中心要往中东那边移 另一方面呢 有张家敦这样的猪队友啊 跟美国社会大灌迷魂堂 告诉他们 你们不用担心啊 中国过几年就崩溃了 和平演变了 所以千万不用担心 结果给中国创造了长达二十年的战略机遇期 有的网友甚至要感谢张家敦作为战略忽悠局的反面成员 帮我们抢得了这个战略机遇期 但是 我们也得明白 这也是我们的一种笑谈 张家敦这种货色 他们从根上就认为中国会崩溃 所以他巴不得这一天早早到来 然而 我们真是得证告他 你的这个幻想恐怕一辈子都只能是幻想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